花莲施工所向内政部营建署争取到的 3500万花莲高商校园周边步道 即道路改善工程 目前已经进行设计规划 预计明年初就可以发包动工 但是当初一并建议 县政府编列的商校街人行道改善工程预算 近日在议会卡关 市民代表会的主席李正伟表示 建设不能等 希望县政府能够重提预算 向议会来说明 也请议员们能够支持 对地方建设有益的预算 花莲市民代表会由主席李正伟 副主席黄达翔和多位代表 12月4号校来到了商校街口 关心道路改善工程经费的执行进度 李正伟表示 3500万花商校园周边步道 及道路改善工程 是他建议施工所向中央争取 连结县政府编列的商校街人行道改善工程 希望可以营造市区优质的通行步道 5月份的时候 那跟花莲市工所 还有花莲县政府共同来商校街中山路这一面 花商这门口中山路这一面 一起办理会堪 那也希望向中央单位 争取经费来改善我们中山路人行道的工程 那包含校园周边就包含了商校街 所以那时候也建议花莲县政府能编列相关预算来一同施工 那现在我们花莲市工所已经获得中央内政部的补助 那也期盼我们花莲县政府呢 在针对商校街的预算上 也能提出复议 然后再送进议会再审 让县市能共同协心合力 一起来完成人行道改善工程 洗刷人行地域的问题 目前县政府针对商校街人行道改善经费在议会卡关 李政伟希望整体工程可以同步执行 减少施工对民众造成的影响 因此他也建议县政府再提案向议会来说明 也希望议员们可以支持正确的预算项目 中山路的改善再加上商校街的改善 因为经费会相当的庞大 所以部分当初就是决议 就是希望花莲市工所做人行道的争取 然后至于商校街的部分由花莲市政府来自备或是提案 我们花莲市工所已经得到中央的补助了 那当然花莲市政府的县府自筹款 在议会有其他议员有其他的意见跟想法 但是我相信议会也是本于要解决人行地域的问题 提出了相当多的建议 那也希望花莲市政府能针对该笔预算 有更详细的规划跟说明给议会去了解 让议会有更大的动力来支持该笔预算 接着领会欢迎市报道 有更详细的规划 1.0 1.0 3.0 5.0 4.0 4.0 5.0 5.9 6.0 6.0 6.0